先来看一个视频 就是把皮从后削薄的视频 视频里是另外一碗老板 正在把它的一大皮皮削薄 我排在它的后面 因为这种事要到第三方来做的 这个就是路口 把这一张皮一张皮 在这个机器上面定好 削薄成0.5就0.5 削薄成0.6就0.6 设置好之后 它就能够把每张皮削得非常的均匀 后包都一样 然后这边就是出口 从路口定起 从出口出来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我呢就拿了两三张路皮来削薄 削一下也就几块钱一张 价格是便宜的 为什么好好的皮 路皮我要去削薄呢 原来是达到了0.9左右的厚度 现在削成了0.5到0.6之间 差不多0.6 而且削完之后的话 你看后面这个皮的颜色也变了 原先是黑色的 原先的话 它背面都是黑色的 这一块就是小细掉 它主要是把这个纤维笼 全部削掉了 留到前面这个皮板的地方了 而且削完之后 它这个垂感也要变差了 看到去薄薄的 没有什么垂感 这张蓝色的话 它是大概0.95厚度的 它比较有垂感 肉感 这个的话肉感也变差了 总体来说就是削完之后 其实它是整个皮质做衣服的话 肯定是变差了 那为什么我要把它削薄呢 这个削薄主要是用在几个地方 我现在就现在拿着这件衣服 拿着这件衣服 第一个就是用在这种地方 因为这种地方如果太厚的话 这个皮质就是口袋地方 它外面穿了 如果身体太胖的话 会这样凸出来 看到没有 大部分衣服都有 只是不那么明显 所以说我故意的把它去削薄的一张皮 然后把这些皮用在这种地方 别的地方都不用的 无非就是这种地方用一下 就是口袋 还有一些像包边 像有些衣服要做一条一条 那么贴条 反正就是比较几层叠加在一起 比较厚的地方 我要去拿这个薄皮来把它做 因为不能用别的皮 因为用连压层的那种薄皮 就是直接做的话 这个纹路是不一样的 为了保证这个纹路的一致性 我必须拿一张好的鹿皮 去削薄成这种0.2左右厚度 然后用在这种口袋 包边一些 比较几层皮叠加在一起 比较厚的地方 否则的话 这个衣服会容易突出来 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会更加的美观 这就是我拿这个皮去削薄的原因 主要是为了增加工艺的细致度 增加工艺的细致度 让衣服看起来更美观更漂亮 再次准备